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準備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今天是一個心理測驗老師的感覺 他是跟塔羅有點關係 但是又不完全有關係 我不會告訴你們要測什麼 但是你們要先選 好了圖片來了 你們看一下右邊 左邊是A A 右邊是B 左下角是C 右下角是D A B C D 你們自己選一個 憑直覺隨便選一張牌 隨便選 我會塔羅 其實我不會 但是我就是做了一些測驗 我覺得還蠻準的 好啊 公佈答案了 你們都選好了嘛 然後這個呢 其實是在問 你會用什麼方式去愛一個人 你會選擇什麼方式去愛一個人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是 是默默的關心啊 有些人是很投入啊 有些人是那種患得患失的那種 左邊第一張這個粉紅色的A A的話選擇這張牌的 通常你們會在就是跟伴侶相處的過程中 你們可以就是非常非常尊重對方 然後你可以保留足夠的愛給自己 因為它上面的圖是那種 很像芭蕾舞然後在跳舞的感覺 就是它是透過舞姿來取悅自己 所以基本上在戀愛裡面 你是很可以鬥自己開心的人 然後會把歡樂跟幸福 帶給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基本上選A的人 在戀愛裡面會有可以創造幸福的能力 選擇右上角的那一張 你在就是相處的時候 你會權衡這一段感情的利與弊 就是好與壞 你再來決定你會付出多少的愛 然後你會比較被動 就是你不會全心全意的付出 不會全心全意的付出 你會先看一下這個利弊 就是平衡 你覺得這個利對你有益 對你是好的你才會付出比較多這樣 然後它這個的話它上面的圖 不是一個很天平的感覺 就是通常兩邊重量一致天平才會平衡嘛 等於就是他們 就是選擇B的人他們不會再 欸B的話就是有一點點自私啦 但是問題是它是比較想要保持平衡的 自己心裡會有算盤 你會因為對方付出多少 而決定就是 就是你為對方付出多少 是取決於對方先為你做了什麼 那選左下角選C的呢 選C的基本上是屬於 比較愛自己的類型 就是他們選C的人 就是左下角 比較不會打開打開心房 因為你會很害怕受傷 因為它裡面的牌就是一隻 一隻鳥 那個是什麼 姓天翁 站在一個玻璃瓶上面 等於就是 基本上它把那個瓶塞拿掉了 但是卻沒辦法把那個玻璃瓶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意思就是 就是在戀愛裡面 它會更在意自己的情緒和自己的感受 所以會很容易忽略了 就是伴侶的心情跟想法這樣 那最後右下角那個 右下角的D選D的 選D的人通常它是屬於自我犧牲類型 就是會毫無保留的把愛都奉獻給對方 就是它這個圖上面 我把它放大一點 它圖上面是一個海龜 它的海龜就是背著一個金銀財寶 基本上就是表示它是願意為了伴侶付出一切 然後會委屈自己的人 然後通常在愛別人的時候會非常的投入 可以愛到是失去自我型的 那為了愛情你也會覺得放棄一切在所不惜 因為你就是背著這麼重的東西前進 你還是會堅持到最後一刻 因為那就是你的個性 準嗎?有準嗎? 有準我才要下一題 沒準的話就算了 來第二題 這四張圖選一個 左上A 右上B 左下C 右下D 好啦選好了我要那個 這感覺是事業 很會猜喔 好啦這一題的那個測試的結果 這個測試的問題是 要從你的潛意識看看哪一種的職業最適合你 這是看職業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你選了這個行業之後發現 你自己不太適合做那個啊 然後就要一直換工作一直換工作 你沒辦法做到自己想做的工作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麼工作 我們先講A好不好 就是左上角第一張 通常選第一張的 它從事的事業比較適合從事有關於美的 設計的或是有創新的 因為它裡面的圖案就是有一個 就是帥哥 拿著手上的花朵 獻給他心目中的女神 就基本上 然後上面其實有一個智者 看在眼裡 就是這個 這種選A的人通常是一個很善於捕捉 生活細節的人 就他的內心是細膩敏感的 然後周遭一切會帶給他不同的感受 就是基本上只要需要靈感的工作 都很適合你 需要 需要產生靈感的東西 你是很適合去做的 那選B的右邊那個 有一個拿著權杖的 五四 五個五四拿著不同的權杖 基本上呢 它比較從事 比較適合從事與別人打交道的一些行業 就是社交相關的 因為他們就是基本上它上面的是表示五個人持權杖 在不同的位置要互相較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原則 對 業務 適合業務 同時很透過 就是要透過跟別人打交道 才能增進自己的見識和氣度 就表示這種性格人 他很會進取 基本上他 如果你把你這個能力發揮在工作上面 就是需要跟別人打交道 不管是業務啊 還是一些公關啊 還是什麼等等等等 需要 反正你的工作只要是跟別人 互相 你來我往的 通常會遇到很多貴人 那再來呢 左下有一個C 左下角是C 這個 這上面有一個手拿著一個金幣有沒有 基本上 就是它上面是一個雲端 然後有一個潔白的手 然後有一個五角星的錢幣 下面是一個非常物產非常豐勞的花園 就是下面是一個很寧靜祥和的人嘛 那這種人比較適合從事管理或是策劃 就是一些行銷的策劃啊 出一些企劃啊等等的 他的性格呢 比較屬於辦事很踏實 然後就是很詳細 做什麼事情很細膩很細緻的人 通常看待一個事物的眼光 都是從大局或是長線出發 等於就是比較有遠見 很適合在一個體制之內工作 通常到年長之後都是一個可以統領大局的核心人物 對都屬於大器完成型 再來最右下角D D的話是寶劍騎士 就是它是一個騎著白馬的一個騎士嘛 然後身披金色盔甲什麼的 選D的人比較適合從事投資 投資的一些行業或是自己去創業 因為就是這種通常是反映出他的性格當中 比較喜歡就是選這個人的 比較喜歡冒險 比較喜歡刺激 比較喜歡自由 基本上你是不喜歡待在一個 朝九晚五的工作 你的血液其實是很不安定的 你不喜歡一個一成不變 沒有變化的工作 基本上這種人只要膽子大心又細的 然後眼光啊還有時機都對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就是自由創業 然後可以有風衣足食的生活 我不確定到底準不準 但是這是塔羅牌告訴你們的 好不好參考看看 可以再講一次嗎 去看POD啊 我都講完了 這幾個是我最近就是 我也有問幾個人 然後他們都覺得還蠻準的 塔羅牌的話是短期的 塔羅牌比較偏向於占卜 我覺得塔羅牌是一個還蠻酷的東西 好啦今天就兩題好了啦 我小時候的時候髮色沒有現在那麼深 然後皮膚更白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覺得 我就是我比較像混血兒 然後比較 比較覺得我比較可愛 然後都比較疼我 沒圖沒真相 我回去下次找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 我媽我覺得這張照片重點是我媽 因為我媽年輕的時候真的超漂亮的 就是超級混血 有看到嗎 這是我母親節做的 右邊那個是我 小時候看得出來是我嗎 左邊那個 他小時候都把我頭髮用成這樣 我家裡有很多假的捲法 就是把包包頭綁起來之後 然後夾子夾上去 然後蓋下去就是捲捲的 我小時候眼睛超大欸 現在變瘦了 小時候本來就是要露露的啊 小時候不露露的不健康欸 因為我讀女校 高中是女校 全部都女生 然後每個人 腳阿咖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哇好瘦喔 然後那個腳好細長喔 其實我腳也很長 可是問題是那時候我的肌肉很大 就是看起來比較短 然後我就會很羨慕 所以那陣子我都不運動 我高一的時候完全 除了打籃球比賽 就沒有運動過了 再也不運動 然後小腿就慢慢開始消瘦消瘦消瘦 然後現在才變得比較細 可是我很多地方還是有就是 還是會有那種肌肉 現在軟趴趴 因為我那時候就 就不想運動啊 後來就是高二的時候就瘦瘦瘦瘦 瘦到只有四十 四十五四十六 因為就是肌肉都消了 然後也因為沒有運動量 也吃的比較少 真的胸部沒有瘦過欸 我最瘦的時候 那時候四十五 四十五是我人生中 一百六十五公分 印象中最瘦 可是那時候我的那個 照片沒變了 一樣一樣 放一首歌好了 如果是你 突然闖進我生活 我怎會把死守的寂寞 放任了 愛我的話你都說 愛我的事你不做 我卻把甜言蜜語 當作你愛我的軀殼 你的悲傷難過 我不殘破 我也會把曾經的牽破 能施擠手 不去計較你太多 從此你在我心裡只剩 綠色 那些招待 有趣的 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